今天除了是政府總統賴清德跟蕭美琴的就職典禮之外 新的內閣也要正式來走馬上任 今天副總統蕭美琴在上任後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來到行政院擔任的尖交人 要來見證陳內閣正式交棒給卓內閣 也代替蕭美琴的稍早致詞 陳院長不只是卸任院長 也是我副總統的前輩 你的正直 良善 誠懇 溫暖 將永遠是我的人生標竿 老師可以聽到蕭美琴呢 感謝這個陳建仁 也就是他的這個副總統的前輩陳建仁 他是表示說他留給他一個 這個好的榜樣 他會來學習 而這個陳建仁跟卓榮泰 對未來也有所期許 但您才聽 真正的權利呢 就是服務 那一個政務官呢 就好像牧羊人 照顧一群洋人 就是羊群一樣 好的牧羊人要充滿羊群的 這一個氣息 那我發現最近 我們賴總統也曾經提到這一句話 實際上我們在當時 我說過 雖然大家不一定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 就是為國為民來服務 我要再次謝謝陳建仁院長 在最後這一棒 打下了非常好的 堅神的基礎 報告院長 我沒有你那一道聖光 但是我一定學習你的溫暖 我仍然秉持 誠意溝通 人民優先 我們仍然要展現出 我們行政團隊 解決問題的能力 跟協調溝通的誠意 但是誠意是要互相包容 溝通 是要互相尊重 好 是可以聽到卓榮泰表示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會問說 立法院跟行政院要來怎麼互動 他強調會秉持誠意來溝通 而且人民優先 不過也是強調說 誠意是要互相包容 溝通也是要互相來尊重 而隨後呢 其實這個新任的部會首長 也都集結到了行政院的禮堂前面 來一起進行一個大合照 還喊了口號 也是希望呢 未來四年能夠努力帶領國家 走向更好的台灣